今天第一次 SP-I4 SP-GP4 這雙長板防摔手套的第一次實戰 已經熟悉了兩天了 所以有去習慣那個半離合點了 從短板轉長板 第一個你會遇到的就是半離合點 因為四指變得更集中力道 有時候不自覺會出力太多 不然就是太早放離合 然後就熄火了 右手也要去配合你的油門開度 但是習慣以後就發現 在拉離合比短板的閃力輕鬆許多 不用花太大的力道 其他轉向的部分也要稍微熟悉一下 唉唷 旁白 好像很輕鬆的感覺很輕鬆 拉起來好舒服 不要 它集中四隻都集中在這裡 大概摸一點 感覺輕盈很多 油門也是 油門現在可以用虎口這邊去推 就是你自己覺得到哪個時速以後 你可以用虎口推 很輕鬆 阿如果是帶短板也就是整隻要灌到底 一整隻要灌著 短板是五指全部分開 力道都分開了 你沒辦法在拘捏 長板 四指就最多分這樣 整個集中力量在這邊 當然短板的話就是穿脫輕鬆阿 不過 長板方面在哪裡 好像要控制 親你的離合拉兩下 兩隻手 很輕鬆 但是在放開的時候 在右邊補油的瞬間要熟悉一下 天大利盒力道可以比原本短板在 省力大概兩三層的力道 也不錯啦 可以用虎口這樣推 這樣推很舒服 以前的短板不能這樣推 我用這樣稍微推 四隻都用不到 直接用推了就好 用推就可以打好原本的那種力道 長板的一個優點 有時速有上來以後 你就可以用推的 就這樣 我剛剛四隻最多完全沒灌 你一灌你可以啊 但是你可以用虎口 這樣去推 就長板的輕鬆 然後長板另外一個優點是 有時候那種風灌 大風 你如果帶短板的話 它只防到這邊 然後那個這裡的風 你這裡衣袖一定有那個孔嘛 你風就這樣灌進去 而且我身體帶長板 它就整個這邊可以完全包不起來 把那個洞全部包起來 你的袖口 就不會有風灌進去 另外一個優點 昨天沒講到 安全載365天騎重機 要不要上班出遊 每一個禮拜七五天上班 四到五天 那個每天 你會手套用到哪裡 就是 拉力盒磨耗 然後補油門 也在磨耗 煞車也是 只要你有拉油在補的 都會用到 所以你就需要一副 防護好 然後又很耐磨的 耐磨的手套 長板就有這種牛皮材質 非常適合 所以這應該有傳說 很多各地各縣市 那個巷口 都會有一間安全帽店 然後都永遠不會倒 平常只看到 就沒有 好像沒什麼人 但是就是不會倒 很神奇喔 沙路那間中野 我常看到 蠻多人去買安全帽的 這邊還在路吧 熟悉以後就輕鬆了 離合拉一點點就好 用湖口去退檔補油 也蠻不錯的 還很舒服耶 不錯喔 就是長板的 另外一個也是一個優點 然後講過 昨天其實我帶一個早上 昨天早上去拿的時候就帶 昨天帶的時候就是 它這個孔洞 透氣這裡 整個早上帶下來都沒有什麼 沒有流手汗 昨天啊 帶到今天 都是順利的穿脫 沒有一絲的那種 毛邊還是說線頭都沒有 就直接整隻帶進去 前端這裡 也都很舒服 沒有那種突出的異物 去刮傷你的手指頭 都沒有 很舒適 昨天已經有一位車友 他也是帶同了 SP Pro GP4 試貨 真的是很讚 可以看到這面小國旗 兩面小國旗就很爽了 你看 脖子耶 有風吹過來 但是我現在 手的部分 又到才要打 今天風也是滿大的 你看剛剛也是要稍微去對抗風 現在手 整個手部位置 全部 我可以說完全沒有風灌進來 沒有任何一絲的風灌進來 但是它又有透氣 所以你在裡面的一些熱氣 都可以從那個透氣孔全部排出來 不錯不錯 其他就是你個人習慣了 原本可能 三隻手的頭吧 比較好去拉離合 現在兩隻手的頭就可以拉 所以 你要再去習慣一下 板離合點 還有你的油門的開度 一開始 從短板變長板 你就遇到這些問題 離合放太多放太少 還是油門不太少 不太多 就會變得很大聲 還是說 就會熄火都有可能 就是你要辦法去適應 還有說你要突然按方向燈什麼的 你會突然轉換不過來 原本是 手直接可以這樣 移過來 瞬間移過來 你現在就變成 可能要再去適應一下那個 因為你現在這隻四隻被擠住 就是 集中力量 你就要再 稍微比原本的 短板 不靈活一點點 習慣一下就好 像你在搬方向燈 我都感覺有那個厚實感覺 好,上西濱來感受一下 西濱封起來啊 無言 龍井的西濱竟然封了 現在兩指好快喔 瞬間就可以 退檔了 很順暢 哇 真麻煩 哇靠 哇,這樣也可以停啊 真的是棒 車輪跌走彎 請注意安全 腳步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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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種 縮捷可以最多的 兩線道直接站起來 那種素質可以上活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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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虎口 四隻都不用了 虎口推就好 不要夠厚實啊 不要打秒切 小國旗 SPRS 台灣製造台灣品牌喔 不要支持一下 全名 我記得就是SPR SPR 對啦 一項都很 平價的 品質很好 以前也戴過幾雙短板 然後 有那個 手指都沒有 就沒有保 露出那種 那種也蠻輕便的 但是最短板的短板 另外一個就是你在 剛換短板的手套 你知道嗎 你那個 煞車的時候 因為你這四隻被擠住嗎 你要去習慣一下 瞬間要煞車 那個 那個手的伸縮 然後去習慣一下 你可能就看原本 五指可以這樣很順利的這樣 去開 但是你現在是要往前推一點 去推一點 然後去煞這樣 習慣就好了 另外就是半徑回轉的配合 剛換長手套 你也要遇到的 半徑回轉的時候 你在回轉的瞬間 離合你要放多少 拿多少 你要再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 你就覺得長板手套真的很舒服 現在也習慣那個半離合點 不怕死的最勇敢 好 黃國財部長 我沒鑽車縫 請還我重機上國道路線 很簡單 昨天好笑 八卦村PO了一個超好笑的 國道上面 系列 汽車鑽車棒 哇 還從那個速度 有一點速度 絕對是遠高於20喔 國道禁止 車道分割的喔 你都說 冬季愛人啊 血流成鵝啦 結果咧 你們現在直接 汽車駕駛 要說我們要比照汽車 我們要完全像汽車一樣開 結果你汽車在國道上面 禁止車道分割的路段 直接交重機騎士做人耶 直接鑽車風 哇 你勇敢 從兩車裡面鑽然後就撞到了 鑽車風技術實在是差到一個不行 當然經典名言在那一句 就是要那種素質才能上國道 重機比照小型車就這樣 哈哈 完全就是一個recycle的循環 叫重機比較磚要比照汽車 結果汽車在高速公路磚 這個邏輯也太棒了吧 那我到底是要比照汽車還汽車啊 各位上書大人 真機靈啊 把我們綜藝騎士搞得好混亂 到現在完全沒有任何的悶熱感 讚啦 HPS 我們一起跟伊林真正的下一個 一定超過兩年了啦 希望 看就超耐磨的